歡迎收看小老婆信機車資訊網 今天是殘酷擂台的單元 我是大魔王Singer 車廂在2023年的一開頭 推出了小改款的活力125 從外觀上看不出任何的差異 但引擎做了小幅度的進化 讓油耗表現從原本的二級 提升到一級 究竟有沒有真的比較厲害 我們今天就要來實測看看 當然我們也幫他找了最強的同級對手 光陽的辛豪邁125 來比比看 好 就來殘酷一下吧 首先從外觀上來看 其實根本看不出來任何的差異 真的要說的話大概只有顏色不一樣 這次是新色 實際上改變的地方是在機械的部分 引擎的部分在最大馬力不變的前提下 利用點火腳的調整 把引擎的最佳動力區提前 來讓油耗表現更漂亮 還有一個秘密武器就是整流器 一級油耗的活力125 使用的是比較高階 可以偵測電瓶電壓跟電系負載 而自動調整發電量的開回路整流器 這兩個地方的調整 讓活力的油耗表現從每公升53.7公里 提升到每公升59.1公里 等於是多了10% 好以上都是官方的數據 殘酷雷台的精神就是要做殘酷的實測 我們先把兩台車送上馬力機 來看一下馬力機上的表現 我們把兩台車送上馬力機 先看一下馬力表現 新豪邁的最大輪馬力竟然有9.44匹 相當厲害 接著換成一級油耗的活力125 看一下表現如何 在同一台馬力機上一級油耗的活力125 最大馬力有9.51匹 把兩張馬力圖疊起來看 發現在6250轉之前 是新豪邁的馬力大一些 但新豪邁到了7564轉的最大馬力之後 動力就快速的下降 8400轉就斷油 而一級油耗的活力 後段則是高原式的馬力曲線 從最大馬力的7767轉之後 一直到9400轉 都有9匹以上的輪馬力輸出 還可以一路推升到近萬轉才斷油 真誇張 這是2V 可是他拉出了4V的 拉出4V的馬力耶 調皮的馬馬老師 又把三代近戰的輪馬力拿出來 放在同一張圖上 看起來近戰的傳說 真的只能當傳說啊 看完了基礎戰鬥力 我們實際上路比比看 到底誰比較省油 考慮到這兩台車的主要客群 應該都是女性居多 且大多數都在市區騎乘 這次測試的路線 我們也選在市區進行測試 測試的車手 是小老婆的兩位當家車手 阿娟和浣熊小編 測試之前 兩位車手都要先測量裝備重量 這樣才公平 阿娟加上防摔衣 車靴安全帽手套的重量 是57.3公斤 浣熊小編 加上防摔衣 安全帽手套的重量 是55.35公斤 兩者差距1.95公斤 因此要補上1.95公斤的壓倉物 一樣 兩台車都要把胎壓 設定到原廠建議的胎壓值 活力的前輪胎壓是26 PSI 後輪胎壓是33 PSI 新豪麥前輪胎壓是25 PSI 後輪胎壓是32 PSI 接著要先把兩台車都騎到沒有油 然後再來比較 我們兩位同事已經把這兩台今天要測試的車 都騎到沒有油了 我們先來確認看看 這個是光陽的新豪麥 可以發動 可是加油就沒有了 真的沒有油了 那我們來看這一台 再來 三陽的火力 一級油耗版本的火力 一樣是可以發 可是吹不動 表示真的沒有油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要把這兩台車 加入一樣的油量 那每台車會加兩公升 請跟我往這邊走 這邊總共有八罐 大家看到高度都是一樣的 那每一個我們都用量杯放了500cc的油 所以每台車會加四罐兩公升 最後我們就會看到底哪一台車會先騎到沒有油 誰會先掛在路上 我們來加油吧 剩下這樣一點點應該剩兩cc 就這樣 好 初時里程數呢是427.25 那我們等一下呢一樣是會用QSTAR的新的8000來做紀錄 那我們現在來幫火力加油 剩下這樣我盡力了 好 蓋起來 那火力的里程數呢是28公里 因為這是全新的 那個一級油耗的火力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那一樣呢 我們也是用QSTAR 8000S 當作一個參考值 來確認說 他們是不是都騎了一樣的里程數 那我們這次呢 速度設定在GPS50最高 希望盡量不要超過這個數值 因為這個大概也是一般 在市區的速限 所以大家會在一個相同的速度基準上面做測試 好 那既然準備完畢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我們來請兩位 試車手 那一個是我們的阿娟當家車手 一個是我們的晚雄小編 好 那你們剛剛的車種自己選擇嘛 然後記得要放壓倉物喔 好 所以誰要先騎豪邁 所以才選 所以輸得騎豪邁還是 輸得騎豪邁 好我們來看一下壓倉物 好 大概1.95公斤 放進去 好 那再來就是阿娟 看一下 好 是沒有壓倉物的 好 這意思告訴我們說 阿娟的雙倍比較重 好 好 那兩位就一起出發囉 拜拜 兩台車的騎乘方式都相同 一起在市區騎乘 也一起挺紅燈 速度都在表述40到60之間 以模擬這個使用族群 正常在市區的車速 除了行駛大台北的市區之外 也會騎到車流量比較少的地方 讓整體的使用情境 比較接近目標族群的使用方式 為了避免因不同的騎乘方式造成的差異 每45公里會換車騎乘 壓倉物也一起交換 盡可能的做到外在環境的公平 停了停了 170 112.3 沒了 5 2 3 4 5 5 6 5 6 6 5 6 148.95 经过一段时间的骑程 两台车都骑超过100公里 一级油耗活力的2公升汽油 骑了116.4公里 平均每公升汽油可以骑58.2公里 新豪麦的2公升汽油 骑了112.3公里 平均每公升汽油 可以骑56.15公里 相信看完以上的影片之后 大家对于一级油耗的活力125 跟新豪麦125的表现 应该有个清楚的认识 我在这边很快的帮大家再做个整理 配备的部分 一级油耗的活力125 跟新豪麦125 两台都是古萨的版本 活力125比较突出的特点是 CPS 2.0 零后仰引擎掉价 跟日本金冰的噴射系统 新豪麦125比较突出的特点是 双挂钩 LED的尾灯 跟LED的后方向灯 马力的部分 2023年式的活力125 轮马力是9.51P 新豪麦125的轮马力是9.44P 可以说是没有差距 市区实测的油耗表现 一级油耗的活力125 一公升可以跑58.2公里 同样是一级油耗的新豪麦125 一公升可以跑56.15公里 也就是一公升汽油 活力125可以比新豪麦125 多跑2公里左右 这边有表格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后价钱的部分呢 一级油耗的活力125 跟新豪麦125是有些价差的 是活力125的价钱比较低一些 如果双挂钩跟LED的尾灯 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而且这个外型合你胃口的话 那么你可以考虑新豪麦125 如果CBS2.0跟日本金冰的噴射系统 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而且你比较在乎价格的话 那么你可以考虑活力12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 喜欢的话欢迎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大猫王Singer 我们下次见拜拜